我这古凳一直都值一百万 你一对才给我八十万 对不起 这古凳我不卖 站住 古凳留下再走 你敢不卖 曾家会让你生不如死 对 明天就叫你在山清彻底消失 你刚说这两个古凳都有假腿 这个古凳那根腿是假的 就是右边那个腿 看好 哎呀呀 一个古凳最少一百万啊 就这么没了 这下能看清真正面容了吧 鬼脸纹清晰可见 香味淡雅 油光十足 你说是花梨子坛还是黄花梨 这只古凳那根腿是假的 冷静啊叶松 别砸了 叶松 快住手快住手 别砸 不能砸 刘瑞 你不是说有两只腿是假的吗 你不是很狂吗 不是威胁我 不卖你古凳你就让我在山清彻底消失吗 我砸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姓爷的 你的死期到了 你敢砸曾老太爷看上的东西 神仙都救不了你 凭你这副德行 那个新增的老头想来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他不配配做我的古凳 等一下 曾 曾总 是你 真没想到 天啊 我 你 我找了你好久 明显的女孩很激动 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 但那言语中的情真意切却是毫无保留地流淌出来 再次见到这个女孩 叶松也有些意外 凌厉的眼神变得柔和 这个女孩是叶松重生后第一个见到的人 曾子墨 我找你好久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你 曾总 就是这个人 听说老太爷要买他的古凳 说了好些难听的话还把古凳给砸了 曾老太爷就是你的爷爷 叶松的话语冷得吓人 那一瞬间 曾子墨看见的是 如北极集地中心一般的寒冷 曾子墨女士 管好你的狗 秦馆长 这些垃圾帮我收起来 我要车珠子 说完 叶松大步而去 此时的曾子墨脑子一片混乱 刘会长 刚才是怎么回事 刘瑞浑身一抖 低着头 小小声声对曾子墨讲起了刚才事情的经过 刘瑞是鬼精 肯定照着有利于自己的话说 他的小姨子更是在旁边添油加醋 说起叶松种种的蛮好 对曾家的不屑 对曾老太爷的大不敬 曾子墨耐心听完了刘瑞和他小姨妹的讲述 轻轻问道 我记得上个月从狮子国买了一只黄花莉圆凳 价格是140万 对吗 刘瑞心头意紧 不敢接话 他的小姨子却笑着点 对对对 曾总您的记性可真好 那这一对古凳 为什么只给他80万 这 这两根古凳我看了 有两只腿是花莉木子坛 并 并非黄花莉 所以 刘会长 你确定 你没看错 前几天 再送仙桥 我用了一千块买了一根烟杆 随后我联系到日不落帝国布鲁斯家族 经过他们认证 那根烟杆却认识他们先祖恶尔金随身物品 知道是谁帮我买到恶尔金的烟杆吗 是他 在此之前 他跟我去了徐文章的博雅斋 同样是他 联手也没上 远远地看了一眼 就认出徐文章给我的发廊彩花故事赝品 这是确实如此 刘会长 你觉得 你跟他比起来 谁的眼力更高 我 我 以他的眼力 连黄花莉的真假都看不出来吗 他的为人和品性 我知道 我了解 我清楚 刘会长 上个月 一个黄花莉元凳里卖我家140万 今天 一对黄花莉古凳你竟然只出80万 你怎么做生意 那是你的手段 我管不着 可你竟然逼着他砸了这古凳 我了解他 若不是你已施压人 他 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他 他 连我 连我都被他看不起 曾总 您别生气 别生气 我 我这就去给叶先生道歉 我马上去 我把另外一根古凳买回来 高价高价 高价买回来 已经晚了 他说你是我们曾家的狗 他说错了 你 曾经是曾家的狗 现在 曾家不需要你这样狗障人士的狗 我爷爷是山续海爬出来成为说果仅存的元勋 他的尊严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玷污 曾总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不敢了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秦管掌徐掌柜 辛苦将我说的话传出去 行业封杀刘瑞 谁要是在和三苏堂或者是和刘瑞合作 就是与我曾家为敌 发文 每个公司 刘瑞这个人不准再用 谁再用他 开除 永不录用 鼓动我买了 麻烦秦管长告诉他 我拿回去帮他车珠子 叶松先生少年血性 脾气更直 一时说的气话 曾总不要往心里去 叶松 原来他叫叶松 我终于知道他的名字了